大家好,我是小楠,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 这里四季如春,夏天比起华南等地区要凉快一些,就连冬天鲜花都开得娇艳,想要有春城的美誉。 最重要的是,昆明的物价较低,慢节奏生活,又让这座城市有人间烟火的味道。 而作为省会城市,这里的医疗和基础设施又比较完善,幸福指数高。 北方的朋友要是不愿意离家太远的话,这第二座城市便是好去处。 山东烟台,作为海滨城市,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,以山傍海的气候,俘获了众多的心,尤其是老年人。 这里以仙境之名,向海而生,气候温和,四季分明,东无严寒,夏无酷暑,交通便利,符合多数人所有对于养老的想象。 夏天北,冬天南,这座海南最南端的城市,三亚,被称为东方夏威夷,是中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。 这里有海洋,海滩,阳光,绿树,和新鲜的空气,以及独特的气候和地理,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。 总体来讲,这三座城市都属于慢节奏低无价的城市。 如要选择其中一座城市作为养老之地的话,你更喜欢哪一座城市呢? 看完这个视频,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!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,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 欣赏最新奇的创业生活,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